今天來看 它這個劇情是 它這個劇情是 205集以上 才可以開放 我會不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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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說 它這個 無線電發射器 是從那個城市 漂流下來 就說明這個城市是在 五名村的上游 好 然後 然後 它說這個城市 是不是來自 好友世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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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因為他那個視角是反過來的 所以他會覺得 玩家是在天花板 顛倒層 他其實是 所有的主題副本當中唯一使用旋轉視角 這是個創新 最普通的這個人 最普通的這個人 他其實 其實 他其實這句話是有含義的 他其實並不頭痛 他其實並不頭痛 他 切分開 他自稱自己是危險的人 他自稱自己是危險的人 所以他就是用這個力量來將這個世界上下顛倒 他就是用這個力量來將這個世界上下顛倒 他真的沒溫度 在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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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 10 在掌聲 在掌聲 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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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曙 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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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 这个地方其实应该是一个一些人的一个居住的地方 停下来了 毕竟不virochi planning 打大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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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的重力颠倒,如果你是在地面的话,那你就会飞向天空 所以在地面是无法生存的,只能生活在这个地下 他们就感觉生活在这个地铁回岛就像下水道的老水一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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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片的老鼠是紫色 然后它们是比较活泼一点 然后味道也独特一点 他们说在好友世界 有一个叫流行摇滚的这么一种可以吃的东西 他们这里的人是靠这些老鼠肉 我卫生的 Sunset Desert Memory Sunset 他來到這塊地方就是因為他們這裡有一個屏幕 這個屏幕是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的 所以他很想念這塊地方 因為他們這些人啊 長時間生活在地底 他們看不見這個地面的世界 也不知道日出是怎麼樣 所以他們會想生活在地面的人是很幸福快樂 他們就說這天空和天空和日落對他們來講就像童話一樣 就只能在童話出現一樣 但是他希望有一天能夠去地表 只是想在一個晴朗的山上看一看天空 然後貝爾又說 你不 你是不可能看到 像童話一樣 所以他在童話都看得很開心 而且他在童話 鑿子 在童話 就是童話 就是他这个贝尔 贝尔他已经很久没有洗他衣服了 所以他们 所以他这个拉索尔 就闻到一股恶臭 然后无线电发射器发出的声音 因为贝尔他听到这个无线电发射器的声音 所以他知道这个外来的人 也就是玩家是来自地表 然后的话超能力者也是有一段 有一句话的特殊对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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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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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凌乱的网 所以你一不留神 就会容易迷路 所以他们需要一张地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这个是反过来的视角 他这个是一个废弃的车厢 但其实看起来很像实验室 这无人机 这无人机也是T-Boy发明的 感谢观看 他问为什么T-Boy会晕着我们这样子击败他的无人机 所以他觉得肯定是T-Boy留了一手 他觉得T-Boy找到一条可以回到地表世界的路 有他们这些B型 所以搜索无人机是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数据 然后就搜集他们的研究笔记 他们来到了T-Boy的实验室 然后他这个研究日志是关于使用艾尔达作为能量的主要来源的重力机器的一种研究 他的第一阶段是搜集并储存神秘和上游的艾尔达 第二阶段就是在艾尔达供应耗尽的情况下使用溶解加速器来强制搜索更多的艾尔达 所以他这里提到一个溶解加速器 他说这个溶解加速器就像是一个炸弹 他说这个溶解加速器就像是一个炸弹 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在最后一段时间 最后最终阶段使用大量的艾尔达将全部重力聚焦到城市天空的中心 然后创造一个黑洞 所以他又提及到这个 就是他要创造一个黑洞 他就像 就像那个好友世界一样 他下面虽然是个沉洞 其实也算是个黑洞 他只不过他是在地下 而他想把它弄到天空上 然后他这个无人机又来 然后他这个无人机又来 这无人机其实就是T-Boy的监控 它弄到整个世界都是 它在 后面有一幅图片 是关于这个黑洞的 所以我们再次用这个黑洞 就像这个黑洞的一样 一样的黑洞 就像这个黑洞 在这边 那是黑洞 在这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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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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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动物里的人 它这本书提及到在城市生存的僵尸启示录 它问它这个作者它的观点怎么样 我们下期再见 世界无法操纵某些人超越他们存在的想象的事实 编冶的流浪流浪者 T-Boy给Bear 一个建议就是写一写一个如何在黑洞中生存的一个章节 黑洞灾难 降临在一座和平的城市 城市陷入生存地狱 怎么样 你是不是好奇 接下来发生什么 开枪 也就是说 他其实想开枪打这个T-Boy很久 但是一直没有做成 然后就为后面的 为后面做个铺垫 毕竟T-Boy还是这个城市的敌人 他穿的只是一件普通的监视器 开枪的话一定会打穿他 然后他就放下了枪 他还是没有勇气去去打败他 如果黑洞出现在天空我们就再也无法涉及地表世界了 你也再也无法回到家园 现在贝尔的心情就是有些不敢去相信 就不相信一切会改变 所以他就扔掉了那个无线电发射器器 他觉得希望很渺茫 很无助 但是RESO的话 他会觉得肯定会有希望 所以就继续战斗然后去 想去看一下这个外面的外面的日落 那是我没有回去的地方 我们不是老鼠 所以玩家手上的那个无线电发射器就是来自贝尔手上 他扔掉了那个无线电发射器 然后飘到了 飘到了神秘盒 然后流到了无名村 然后雷加托就拿到 所以玩家现在要归还 归还给他 有个选择 一个是我曾经逃避过战斗 一个是我从未逃避过战斗 有玩家说每个人都会感到恐惧 但最重要的事情是你会如何克服那种恐惧 好 然后回去 村庄是吧 他说 他说 弟弟生活并不是很好 但是很安全 这日用 这日用品 不让 不让宗族 但也不会挨饿 他说 这日用品 好 对 对 对 有 对 我 他们说他们不是人类就为什么要去地表然后冒冒着风险 他们说因为我们不是下水道的老鼠 我们出生就在地表世界这个生活繁衍 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的本性 阿拉莫的时候我们要面对现实 限制就是因为这个重力颠倒之后其实是无法回到地表 但是他们要面对这个T-boy就一定要有这个贝尔 而且他们本来就热所以他想要去地表是很危险 而且困难 所以玩家就要介入了 对 你来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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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